剛剛的做法是這樣,請各位自己再增加按鈕,用增加按鈕應該沒問題 按下去就會完成了 然後請各位自己再增加一個刪除 我就隨便用一個XX好了 刪除 那什麼刪除呢?剛剛講過嘛 Range A1,冒號,哪一欄,E欄 再加上最下面一列 點ClearContent 就完成了 所以程式自已 很多常常會用的請各位一定要背 但是不常用的 你可以 把我的畫面印下來參考 久了之後,最好也可以把我的東西都丟掉,沒關係 都在腦袋裡面 所以有些東西,我也不刻意去背它 頂多是 上課前來瞄一下,大概有一個 有一個概念 邏輯知道,就可以知道怎麼去寫了 好,再來的話,我們第二個需要就是 工作表整合 是把所有的工作表整合進來 可是問題來了 老師,那個1月2月3月,我不知道哪個月啊 我可不可以再增加月份呢 問題來了 如果說月份要增加上去的話 我希望 1月 先加個1月 然後在裡面的東西 放上來 在2月 在裡面的東西放上來 3月 就像這樣子按下去 1月 有沒有 然後它的 再來 2月 它的 3月 它的 這樣比較清楚 如果說你今天 要增加這個東西的話 怎麼做 其實這邊可以 清掉 這裡的話 就在回圈裡面跑一下 就OK 那 特別就是我剛剛寫的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寫的 因為我剛剛有寫的判斷 不過後來發現 那個判斷可以不寫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在 關鍵在這裡 就是你把Range A2的 點Slace放這裡 其實就可以了 後面不用 因為它 Range A2貼的時候 就往下了 再往下了 所以不需要再判斷 所以那個剛剛那個 判斷部分可以拿掉 只要把A2從貼上的上面 好像貼上之前 把它放上來 它底下這個不用判斷 其他都一樣 那再來就是請各位加註解 這些註解的話 寫給自己看的 反正1選取 第幾個工作表 再來優標放A2 再來Ctrl-ship 我是用END 那你可以向右向下 兩種方式都可以 不過向右向下多一行 然後複製 切過去 貼上 向下 然後向下 一個 然後向下一個 然後NAS OK 然後最後的話 優標放A2 好 這個是 第1階段 第2階段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增加什麼 月份 好 那月份 你想說月份 剛剛這個 沒問題 但是月份 就會有問題 也就是說 其實 那當然 以後的邏輯 怎麼樣 反正見招拆拆拆 你要什麼 我給你什麼 那你在什麼地方 做什麼動作 都是固定的 所以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名字從哪邊來的 從下面 有沒有 這個的名字 在這裡的話 就講 這個名稱就等於是 那個 schutz的 名字 所以 序則1.name 就是1月 序則2.name 就是2月 一直類推 然後呢 我們要放在 指定的位置 所以 寫完之後 類似這樣 如果我要加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它 我加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把剛剛的程式碼 只要加一個 增加月份 所以你們等一下 把上面的程式 如果說 你要再增加一個 請你把這個範圍 負貼 貼到底下 然後呢 在後面 我是 再打多一個名字 因為你的 Sub名稱不能一樣 那我就是在後面加個底線 增加月份 那增加月份的部分的話 其他都一樣 我只有在哪個地方 就一樣 切 切過去 對不對 然後 一樣放A2 一樣選舉 一樣 複製 只是說呢 切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切回來這裡 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在 我現在的 ActiveSale 也就是說我現在 預設是在哪裡呢 第一次是在 那個A2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在A2的上面 我就加上什麼 這個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取得 工作表的名稱 就是什麼 Shitsi.name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ActiveSale ActiveSale 就指了 現在優标放的位置 好 再來的話呢 多寫一行 什麼呢 因為我 把資料放上來 你等一下要貼 一月又被蓋掉 所以怎麼辦呢 向下一列 向下一列 剛剛寫過 OK 所以 關鍵在這兩行 OK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流程都一樣 只有這兩行 請各位 把它加上去 記得 你們等一下寫的時候 不要直接改 你就把 這個SAP 把它複製貼過來 再增加這個名稱 讓我們step by step 來看一下 刪掉之後 這刪掉 然後我一樣在 按按鈕之前 在這邊 設個中斷點 大概在 這邊好了 OK 按下去 在A2先 Slate OK然後 再去跑 切到一月 對不對 然後把一月的東西 選起來 Copy 切回來 在第一季 然後 放一個什麼呢 放這個名稱 在現在 游標上 所以 1月就上去了 再下一列 貼上 有沒有 再跳到下面 2月 把它先Copy 然後 2月 貼上 依次類推 所以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完成畫面 我看一下 雲端上面也有 在 在這裡 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 這一行 跟這一行 OK 然後向下 這個有另外一種寫法 不過 這個也OK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來試一下 兩行 加個兩行就完成了 請各位在那個工作表整合 原來的Sub上面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去